然後跟例子 數學的有心情要去看一下 那這個 這個只要MAT-Live裡面通通都有 你就可以直接做出來 那我們把這部分就是Scale-free 最後一個 Scale-free的話它 它 其中某一些None它是highly connected part 某一些 Scale-free的話就是 會到Scale-free 會到這種常緯效應的話 一定有一部分是 是這個比較 比較 呃 像是一個社交中心 像什麼 web web就是 web上面 某一些 就是 比較 大家 比較集中連結的 World-web 然後呢 呃 像這個就是Scale-free 如果我們只看 像美國公路系統 這是美國公路系統 那它就是一個Exponential 就不是Scale-free 所以不是 那Scale-free呢 它就會 如果你把它的Distribution 所以 一般美國公路系統 那你用 你看它的這個 它就是Poison Distribution 那如果是Scale-free的話呢 你取它的Power Lock-Lock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 它就會是一個Linear的 所以 那如果 你看它的這個 不取Lock-Lock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長尾 這個 那 那裡面的參數 我想我們就不去看它了 這個 這個數據 不會把它跳過去 那像Internet的骨幹 然後Scale-free 剛剛那個 然後這兩個人 這個 他們兩個人會碰到在 在 這個 剛剛看到的是好萊塢演員 那個 Bacon 他是好萊塢演員 那這個 Ton Cruz跟這個 Nico Kimman 他們 所有的演員 把它看起來 所有演員 就不是好萊塢演員 那 那這邊就形成了這個 這個Scale-free的這個現象 像 Paul Law 這個 Parental Discussion都出來了 那 那 學術界 這個 尤其全世界 台灣的學術界 跟中國大陸的學術界 最重視的SCI 這個 那這個也是 也是一個 Paper 跟Citation 也是一個 這個Scale-free的現象 那 一起Co-author的也是 這些都是 Food Web 就是一些 這個 營養 就是 產生營養的 這些 各種的這個 Spicy Sex Web 也是 就是 就發生了這個 這個 Sex Relationship Linked 這是 這哪一個鍋呢 當然是北歐的瑞典 那 那我們 把 把Scale-free跟Random 那個 那些例子 只要 量大 我會產生那Scale-free 大概就 就可以用這個數學來Model 那 我們把Random跟Scale-free 來比 比對一下的話 那 這邊是Random 如果Random的話 如果 Random如果有 這個Value的話呢 那基本上 有可能是整個System 就Crash掉了 就Random Random的這個Random Graph 某一個Node Crash掉了 整個System 就 就中間就很多Isolate 變成很多小的 大家就沒辦法 那Scale-free network呢 Scale-free network 所以這Random的 一Crash掉 就某一些Node 死掉 那這邊就 零散的出來了 那Scale-free network 它 它被 它中間某些Link亂掉 死掉的話呢 或Node死掉的話呢 它比較Robust 還OK 中間這個圖 它這邊 那另外一個是 Scale-free 如果是Node 被攻擊的話呢 那 基本上還可以繼續運作 這個就是典型的 去年我們實驗室員會 做阿茲凱莫鎮 就是這個 阿茲凱莫鎮的話 它會被攻擊的 在海馬圍那邊 會被攻擊的 就是 先被攻擊 所以 所以就拿這個Model 用在阿茲凱莫鎮的 那個 就是腦的聲音 那基本上 這整個 大腦皮質還蠻好 都有類似的現象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 Scale-free network 但基本上 它比random的 比random的 要好很多 OK 好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 所以剛剛都是數學的背景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社交網路分析的一些參數 我們要分析它了 我們實際上有data出來的時候 要分析它的時候 就是 有哪一些參數 我們可以來做分析 Thank you